政壇焦点就是百里侯的十大声量王 其实在上一拍 为大家报道声量王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说 某某某做了什么 他为什么会有声量 然后大家又不喜欢他等等之类 要为大家解释 所谓的声量王呢 有好的声量 又有不好的声量 所以大家如果看到自己 没有那么喜欢的 这个政治人物的时候 其实也不用反应这么大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掌握的是 前三名分别是国民党籍的 新北市长侯友宜 还有台中市长卢宗彦 跟台北市长蒋万安 尤其蒋万安呢 他都被说是暖男 那他也是蓝营的人气王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三个人都是 比较特别的啦 虽然说是声量王 但是也有人说 有时候正声量 负声量 这很难去来跟大家来做一些比较 因为有人喜欢 有人不喜欢 目前看到的是 可能负的评价大于正的评价 但没有关系 因为其实政治人物本来就这样嘛 那几近前十名的 还有包括谁 高宏安啦 还有张善政啦 然后另外呢 信带暖男呢 现在是黄伟哲 另外还有谢国良 跟许淑华 另外还有张立善 都在百里侯的声量王里头 资料来源是网络温度计 那我们看到 明传大学的广电系主任 他就特别说 他说其实 大家可能会对于黄伟哲 有些人喜欢 有些人不喜欢 但是其实网友 网友对于黄伟哲的好感度是高的 那台北市 台南市 在赖清德本命区 无论是光电 黑金 还有台南 都有跟他们来做连接 可是呢 黄伟哲出现断点 比较少负面连接 这是他特别的地方 这个也有教授来做一个解释了 那这也是他的好感度 居高不下的原因 那另外我们还要来看到的是 大家现在比较关心的 像董志森就说 这个民进党 有三个人要争取台南 董志森的事件 比如说林俊县 他最近很常发言嘛 而陈庭妃啊 王定宇啊 也都是相继出来呢 校正如秀燕 还叫他呢 要进立院来背询 那现在呢 他就说 赖清德 全台湾早宴的人 叫做陈庭妃 那赖清德多年前 其实比较熟意谁出来选 熟意的是林俊县出来选 那未来会有谁 跟谁之争呢 其实也是要来看看 在民进党会派出哪一位战将了 但是其实大家还在很好奇说 那柯文哲呢 柯文哲还有局吗 柯文哲目前的这个政治路 是不是就断了 我们就要来看看 这个中平社 他有特别写了一篇 跟这个柯文哲有关的 中平社就有说了 柯文哲今年的总统大选 虽然落败 可其实他还是有自己的声量在 但有个问题了 你要如何布局 2026的地方选局 你要为自己保温2028吗 因为毕竟还有四年 如果你这四年呢 你都是沉浅状态 那四年后呢 你别想出来选了 所以也是一个 大家都瞩目的焦点 不过这评论又提出三大隐忧 并且又进行一些分析 比如说六都的这个政党票啦 而另外还有这个 在这个民众党呢 他都是落后10%以上的 那如果没有跟其他的政党 来做一些合作的话 你派出的人选又很弱 你要赢得选举真的是微乎其微 而另外呢 尚义夫就说了 柯文哲目标2028 如果不跟国民党谈喔 绝对是绿营得利 绝对是绿营得利 那只要蓝白中需一战 那也可以提前宣告说 2028柯文哲可以拜拜了 这个是时事评论员所断言的 另外 4月13号是苗栗市长的补选 大家有在预估说 可能投票率会比较低喔 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像是呢 这一次是一个单一的选举 那是谁跟谁之争呢 那民众哪要参战吗 杨桥安会出来吗 还是说要派这个 县党部主委逢启宴等等 其实这都是未来 柯文哲要接受的一个挑战 那目前呢 民众党都说 其实也还在审慎的一个评估当中了 而另外我们还要来掌握了 现在呢 虽然选举刚落幕不久 但蓝绿白已经积极在布局的是 地方上面的选举 白里侯之争了 2026谁可以出现呢 现在大家都在开始找一些战将了 桃园来说 这个市长张参政可能会连任 那绿与白如果想要推 比如说郑运鹏啦 赖湘琳啦 可能也是呢 到时候谁出来选 大家说其实 目前看起来 张参政是还蛮稳的啦 但如果郑文餐要再回锅 其实对他其实不利喔 那怎么说呢 我们来听听董事审他怎么讲 桃园 因为桃园过去郑文餐当八年 那郑文餐丢掉了桃园市长 让郑运鹏落险 而且丢掉了六席的立委 那这个其实对他很难堪 所以现在有人讲 郑文餐应该回来险 展现你的实力 有啊 郑文餐最近被点名 因为郑运鹏要显赢大概也不太容易 而且郑文餐要等格魁 看起来也难啦 现在也难 因为他丢掉桃园市又丢掉这个立委 然后又有一些争议可以做文章 那个影带啊 怎么样可以被人家拿来讲 对他来讲都很不利 所以郑文餐如果回来选的话 我觉得他的身算也不高 对郑文餐来讲 如果到时候大家一再的去呼吁他去选的话 那他他到时候怕人家讲 却占 所以民进党出郑文餐这张牌的机会蛮大的 蛮大的郑文餐这张牌 这张牌蛮 因为没有其他人啊 因为因为我看起来如果今天张善政真的照这个图表上讲的啊 对上郑运鹏 赖湘宁 这两个都是落选立委 是 因为可是赖湘宁那时候在选的时候 对对整个选举影响不大 对 湘宁是我们好朋友 可是他的票不高啦 他选在当地选去立委 然后选 等于是桃园市长 票都不太高 所以这个对赖湘宁来讲的话 其实他去不太可能当选 我老实讲 就是说以政治实力来讲 那何况科幣在这里的选票也不是说非常高 那我觉得说这当然在桃园来讲 大家会看最主要还是看郑文餐 民进党出牌会不会出到郑文餐 因为他是可能有点机会的 因为郑文餐在桃园经营非常努力 尤其经营蓝营的社团 我非常朋友 非常多朋友都蓝营社团的负责人 郑文餐对他多好 对他们都平常还打电话去吸言论软 看有什么需要我们可以帮你 那对于很多资源的益助也不手软 就是郑文餐有他的本事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来掌握的是 未来内阁也会有一些变化吗 因为根据自由时报 在18号有个报道说 美国日本有意要协助台湾外交突破 那么数位部长唐凤 却不愿以部长的名义参与联合国会议 那前立委郭正亮认为说唐凤早就该下台了 那我们来看到黄阳明也说 现在呢党内有一些逼宫传言吗 还是心系已经盯上唐凤了呢 那他也说这个唐凤也该下台了 其实现在有不少的政治评论员 他们有做出这样子的评论哦 那其实黄阳明也特别说了 去年10月16号的时候 自由时报的报道就有特别说 当时可是一点都没有质疑 他是以资安院的董事长 然后身份有什么不妥 不过现在翻旧账 很明显是一个选后 有人想要秋后算账了 那刚才我们就有看到的是 这个郭正亮他就有说他该下台嘛 怎么说呢 他说因为呢 绿营是国安系统给媒体这个新闻的 其实很明显是要谈唐凤自己下台哦 因为声音其实在去年民进党就传开 那大家对于唐凤呢有点受不了 完全就是总统蔡英文的个人喜欢唐凤 想要来这个庇护唐凤 但是其实这个人是一个完全没有能力的人哦 这郭正亮是这样说 那另外还有说国民党呢 在这个立法院的第一个会期哦 竞选期间所高决的某些议题哦 是要把它凸显出来 比如说对这个教育部长要直接问 甚至呢蔡英文的论文要不要公布啦 封存30年是哪一条法律啦 其实直接骂这个人是个御用部长哦 那徐晓星怎么看呢 徐晓星他说最想砍这个唐凤数发布预算 拿200亿到底做了些什么哦 你不是在打诈骗吗 可其实现在台湾的诈骗案还是多到一个数不清 多到打不完耶 那全国人民被诈骗的金额 甚至还不断的往上升 所以他就觉得说很莫名其妙啊 你这个部到底是干嘛的 所以有人在酸他说是什么出差部啦 外送部啦 之前不是有个搞个外送吗 还有踢皮球部等等的 但是为什么他可以在这个位置上稳稳的 就是因为总统蔡英文 他因为有这个保他的关系 好那我们就要来看到了 有人就想问的是 比如说数位部全大派系想换自己人吗 还是想问的是几百亿的经费 先告诉大家用去哪里了 不要只急着换人 大家想知道的是 那钱嘞 老百姓的钱 那些明脂明膏跑去哪里了 有人说之前呢 捧得跟神一样哦 那现在骂到比猪还蠢哦 真的有点在看好戏了 那我们就来看到的是 吴子佳怎么看 他就说 大家问他的是这个 新的隔魁会是谁 他就说跟你讲 百分之百不是民进党籍 真的还假的啦 他就说因为赖清德 只拿到40%的选票 最重要的是 拿到50%的民调 要帮他加分的人 不是在民进党里面的人 一定是在学界啦 或是重要的产业界的学者 也许是当个半年就换新潮流的人 那他大胆预测 说这个人百分之百不是绿的 是有听到一些风声 还是说根据他的经验 都是先换一个 大家还能够接受的人 但是只是当个半年 之后再换成自己人 真的是这样吗 那未来呢 我们的述发部会往什么方向走 部长又会是谁 如果唐凤真的下台的话 这个声音在民进党内 其实去年就已经先传开 那比如说论文的问题啦 要封城30年的问题啦 郭正亮也说 国民党在立法院的第一个会期 就要凸显说竞选期间 所高举的那些议题 到底为什么人民还要忍受政府这些 我们一起听听看 比如说唐凤 你打炸打到哪里去了 自由时报连续两天 三板全板来K你 这个你就知道 绿营内部也在做人事斗争嘛 有人要卡这个位置 那我觉得国民党也要掌握这个 这个氛围啦 对几个老百姓最痛恨的部会 要好好做修理啦 你不要理想这个诚意过高啦 讲到最后老百姓 都不知道你在干嘛 像我们这种已经 极端接地气的人 我们就要讲一些 就是你程耀祥 你就是要修理他嘛 中天就是要拿出来讨论嘛 这有什么有什么好客气的 连续十五次败诉 你还认为你没有事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种事情就是要这样讲话 高端 高端你会议记录给我公开啊 八百八十一块是怎么定价 那哪一些人是委员 我就国民党就不要客气了 我跟你讲到时候 民进党已经讲一堆了 说保护委员的隐私 一大堆了 这个你违反宪法啦 有没有违反宪法 不是你柯建民决定的 我法律先通过 我就先执行 那你去试线嘛 那等那个 到法官试线下来再说嘛 国民党就要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强硬啦 我讲白的啊 好那我们还要来掌握的是 这个基隆的东岸广场 重新招商争议持续延烧 基隆市长谢国良上午呢 是前往立院召开了记者会 他在指控前市长林又昌 在任内呢 没有将产权登记在 基隆市政府 等于是把这个烂摊子 丢给他处理 也造成了市府高达 25亿元左右的损失 立委王宏威则是要求啊 前基隆市长同学 是内政部长林又昌 要做出说明 产权到底属不属于 这一家这么大家的net 那另外呢 林又昌也出面反向说 全部都在鬼扯 反酸谢国良是自打嘴巴 也质疑谢国良 为何要给微风 1.5亿元投资 却可以经营长达20年 好同样是政坛的震撼弹 然后来掌握的是 民众党团的副主任兼发言人 杨宝珍传出请辞党职 而恰巧啊 这陈志涵在上个礼拜 是正式接手党团主任 陈志涵回应说 完全不是内斗 而且两个人配合的 可是非常的好 但是实际点太过巧合了 很容易被见缝插针 陈志涵解释 这过去杨宝珍的工作 其实是很繁重的 完全没有时间休息 身心俱疲 所以希望呢 这个杨宝珍休息过后 可以重新回归团队 我想这个就是 很容易会有这种见缝插针 或者是这个 卑躬蛇影 很容易就会被做这样的文章 那事实上我刚刚已经提到了 其实宝珍很长时间 他没有真正好好休息 所以说呢 包含他自己选完议员 然后接下来又是 这个马不停蹄的大选 他的工作其实非常繁重 那么长期以来呢 在立法院这边 可能也比较没有一个 代班人的状况 所以也让他 身心都蛮疲惫的 所以 事实上他在这个大选完结束之后 就已经有了一些想法 而我的工作规划呢 其实是在更后面的 所以这两件事情 事实上有个时间的先后顺序 我想这个部分 还是可以请他自己来说明 那么至于 我跟保证的关系 其实我可以很明确跟大家说 其实我们的配合是非常好的 只是说 每个人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跟一些生涯的想法 那这个部分 作为曾经的伙伴 我们都会充分地祝福他 也希望呢 如果说他真的休息好了 也期待他可以回到团队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对抗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by bwd6